12月9号,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正式开讲,三名航天员相互配合,演示了太空细胞学研究实验,太空转身,浮力消失实验,水魔张力实验,水球光学实验,泡腾片实验等。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,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,在广西南宁、四川汶川、香港、澳门设置地面分课堂。 在广西南宁参加太空授课活动的六年级小学生冯家胜告诉记者,在他的认知里,太空中是没有网络的。 在我的观念中,我认为太空是没有网络的,是只能通过摄像机进行无声的这种交流,所以我当时是很高兴的,也为祖国的进步而感到骄傲。 南宁市第三中学的初三学生杨万臣从小就对电子科技方面感兴趣, 他表示,参加此次太空授课活动对他非常震撼,因为这次活动展示了许多在地面上看不到的东西。 比如说那个带气泡的水球,我们在地上就很难看到正凡两个成像同时出现。 在南宁市过亚路小学,台籍小学生刘宇俊也在学校的组织下观看了此次太空授课。 他告诉记者,他喜欢太空,未来想到太空看一看。 现在的科技发达,在古代以前是没有太空飞船的,所以我要好好读书,将来上太空去看看。 除了未来想去探索太空,刘宇俊还有一个小心愿,就是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火箭设计师。 据悉,此次太空授课采取天地互动的方式开展相关实验,使青少年们从天地差异中进一步感知宇宙的奥秘,从而引发他们对太空探索的乐趣。 我想以后去太空探索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。 就是我觉得能漂浮在空间站里面觉得很奇妙,如果以后我能去太空的话,我也想住在空间站里面,我也想感受一下。 感觉在太空中真的很好玩,但是好像也有一点麻烦。 在太空里的话,还得晃一晃水壶,然后呢,它才能倒出水来。 通过今天的授课,我进一步了解了更多关于太空的知识。 长大以后,我也想成为像航天员叔叔阿姨们那样的,为社会,为航天事业做贡献的人。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